作为一名桌搭博主 桌面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在保持整洁的同时 拥有一定程度的收纳整理功能 我之前做过的DIY桌面支舞架 这几丝洛伊大多围绕这个核心 但我从没想过 要把线蓝也一并整理收纳 而今天要介绍的这款产品 彻底刷新了我对桌面整理的认知 这就是由桌面航母支撑的 Hexcal Studio桌面设施管理平台 这款产品的外观非常独特 深灰色的主体搭配抛光不锈钢支架腿 第一眼就有强烈的未来感 棱角分明的边线和鞋面设计 宛如一艘在桌面上巡航的战舰 令人过目不忘 Hexcal Studio的外层 还有优质的防止纹吐寸 手感细腻且不易沾染灰尘 日常打力也相当神性 Hexcal Studio长1.2米 点面深度约20mm 使用配套的支架腿 能将顶面的高度抬升至15厘米 搭配赠送的额外增高腿 则可以抬升至18厘米 但由于机器底面成道梯形 我使用额外增高腿的话 里面只有约3.5厘米的近空 虽然如此 我自己3D打印的托盘 矮轴键盘 主标等还是能放得下的 机器主体采用了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制造 裸机重达10公斤 不过也因为材质的关系 它才能够承受最大45.8公斤的重量 无论是显示器 主机箱还是印象 都能稳稳挡挡地放上去 除了超强沉重 Studio最核心的功能 就是供电和线缆收纳了 机身后部内置带过载保护的交流电插座 整套供电系统最高可输出1440万 足以满足多入设备同时运转 交流供电系统共有8个插座 其用4个垂直排列 另外4个分成两组横向排列 无论是普通适配器 还是几机较大的电源头 都能轻松插入 解锁并打开上盖后 可以通过12条理线槽 将多余线来一并收纳进 101x15x4厘米的内部空间 彻底高比桌面凌乱 内部空间的左侧 还带有两组USB2.0的桥接口 只需用附赠的双头USB-A线 将电脑上行线接入 这样即便合上盖板 也能通过侧面的两个USB口 直连 鼠标 键盘等外设 机身左侧除桥接口外 还配备了一个支持27W PD输出的Type-C口 和一个支持27W QC协议的USB-A口 手机 平板 无锈额外适配器 就能快速充电 对于无线充电设备 Hexcel Studio也有解决方案 最左侧区域隐藏了两个10W的 气无线充电座 可同时为两台设备充电 手机 AirPods 智能手表 并可随放随充 充电时 面板前面的隐藏状态灯会亮起 离置设备的充电状态 除此之外 Hexcel Studio还内置沉浸时双色温照明系统 显色指数高达95% 这场照明系统支持50-101厘米的照明范围 通过Range键可以独立控制两侧灯带的亮度和开关 Intensity和Temperature键分别用来调整整体亮度与色温 调节时中间的4个小按键会临时变为状态指示条 方便了解目前的灯光状态 调好后按Save键即可保存当前设定 之后就可以通过Five键一键切换多组设定 随时营造不同氛围 虽然不得不说 Hexcel Studio确实在多方面表现超群 但作为一款高端外设 它的价格确实挡住了好多桌搭爱好者 高达899美金的售价 甚至超过了Hexcel深降桌腿外加桌下理线槽 所以除非是对于桌面整洁度有特别高的要求 否则可能还是购买深降桌腿加理线槽更加划算 好的以上就是这款超强桌面设施管理平台的上手体验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妨在下方留言给我 如果想要看更多新奇科技产品的上手体验的话 记得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哈利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